等你老了 有几个这样的朋友 才是福气 等你老了 身边有这样几个朋友 不孤单 有乐趣 有福气 世界那么大 城里的人那么多 但扪心自问 有几个人走进你的人生 有几个人懂你 有几个人真心待你 一 风趣幽默的朋友 乐一乐 十年少 愁一愁 白了头 如果你不快乐 那就是心里有疙瘩 是病 得医治 老年人的快乐很重要 那些开心人 天天笑 很大的声音 废活量都大了 有趣的人 把生活的简单 变成热情和热爱 心情好了 健康才常在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会变得沉默 会有话不想说 如果身边 有风趣的人 那模式打开画匣子 不管真话 假话 说了就是开心话 总是能够打开心灵的窗户 二 傻乎乎的朋友 感情的世界里 真爱你的人 都愿意装傻 夫妻如此 朋友也是这样的 因为关心你 才不计较得失 愿意付出 也不要你回报 或者 他的傻 是退一步海阔天空 互相让一步 才成为了一辈子的朋友 傻是善良 是容易感动和满足 简简单单 也踏实的日子 因为傻乎乎 相处不累 因为不计较 三 懂你的知己 也许 年轻的时候 追求知己 大部分是异性 并且是和爱情有关 年纪大了 才真正懂得 什么是知己 知己是心有灵犀的人 是可以互相 倾诉内心感情的人 是你不说 他都知道 都支持你 知己 是内心的安慰 在打开你所有的心结 老了 有一个知己 那是一辈子的福报 四 充满正能量的朋友 那些负面情绪 会让你走进一个不美好的世界 会让你天天抱怨生活的苦 会悲响 甚至 气人忧天 负能量 让你生气 让你痛苦 让你难受 让你看不到阳光和希望 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朋友 是鼓励你前进 为你寻找开心的秘籍 几个正能量的人 聚会在一起 那是大家感觉 都变成了年轻人 谈笑风生 喝酒聊天 煮茶说人生 岂不快哉 六 有个老伴 少年夫妻老来伴 老了 夫妻就是亲人一样的关系了 不说牵手的爱慕 不谈人生的苦短 别问什么事 不离不弃 在一起 病了有人照顾 孤独有人陪伴 开心有人分享 走不动了 有人推轮椅 分别了 还有人可以思念 老伴是你最好 最亲的朋友 别不懂得珍惜 从今往后 请善待朋友 他们事关你的 后半生过得好不好 看清一个人 只需要这三点 很准 人生在世 免不了跟各种各样的人 打交道 想要事业成功 也少不了各种人脉资源的相助 如此 我们就必须具备一双慧眼 学会准确的识人 责善而交 看清对方的真实人品 就能极大的 促成事业的成就和人生的发展 否则 必会受其所累 受其所困 看清一个人 只需要记住下面的这三点 即可八九不离时 很准确 大家一定要记牢 第一 看他面对利益时的反应 钱财是人心的石金石 一个人的人品如何 很大程度上 看他对于利益的反应就知道了 司马迁说道 天下兮兮皆未利来 天下攘攘皆未利往 一个例子 就是人们终日奋斗忙碌的根本原因 获得利益是为了保障最基本的生活起居 更进一步为了获得更美好的生活 总之 人性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 在利益面前 能否懂得控制住欲望 能否守住基本的原则和底线 能否把仁义道德放在利益之前 这就是对一个人基本品行的最好判断 第二 看他对父母的态度 父母生养我们 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其他不说 仅仅赐予我们生命 让我们能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已经是莫大的恩德了 对待父母 我们最难做到的 就是恭敬 孝顺 和颜悦色 这也体现出一个人 最基本的道德素质和品德修养 如果对父母都不恭不敬 不懂得感恩 反而出言不逊 随意恶口 或者一副轻视蔑视 冷漠的态度 可想而知 其人品有多么的恶劣 第三 看他对弱者的态度 人生总是充满住 无常 其实一切皆有可能 即使现在的自己 各方面都已经达到了理想的状态 也不能保证将来的自己 究竟去向何方 因此 当自己的某一方面 比他人略高一筹的时候 对待那些弱者 你抱以什么样的态度 也反映出最基本的德性修养 比如 面对老者 病苦者 贫困者 身份地位不如自己的人等等 你是表现出高高在上 不可一世 对他们表示轻蔑 还是一视同仁 懂得降低自己 千功有礼的相待 并且能运用自己的资源和能力 尽可能地帮助对方 解决困难 这都是自己修养德行的具体体现